他僅僅只做十道菜 如果菜色做多了 他們根本做不出來 乾燥是非常的脆 而且非常的有嚼勁 大家好 我是海南哥 品嘗特色菜就是我 我們今天來到夏溫的七星路 這裡有一家非常出名的水煮鴨針 人氣非常好 生意也非常好 那他到底具體怎麼樣 我們帶你們去品嘗一下 走 你好 你好 要怎麼看 我們這邊有什麼特色啊 這邊就水煮鴨針 還有半豬肝斑鴨腸 什麼的招牌 醋肉之類的 那這樣子 你把你們店的招牌菜給我來一份 然後剩下搭配幾個小菜 我兩個人 好 你給我安排一下 好 好 謝謝 好 不用 我們總共點了四個菜 有一個是他這邊的招牌菜 叫做水煮鴨針 還有一個是糖醋肉 一個是半豬肝 還有一個是半鴨腸 那我們現在來品嘗一下 他這邊的招牌菜 叫做水煮鴨針 真的是非常的脆 而且非常的有嚼勁 首先一道菜好不好吃 就要看他的色香味是我寄錢 那他這種水煮鴨針 他就類似於那種水煮鴨魚 他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鴨針 還有魷魚 我們再來嘗一嘗他這一邊的這種魷魚 嗯 魷魚也是非常的新鮮 之前拍過視頻你們就知道 如果魷魚不新鮮 他一定主線是不會白 這個偏黃色 小魷魚要新鮮的話 就一定要這種純白色的 各位你這種小魷魚 就是越小他的脆性就越好 如果越大 他的脆性就蠻有這麼好 口感也不會有這麼好 所以老闆要做這一道招牌菜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他從食材方面 是非常的挑剔 真的是非常的脆 超讚 像這種水煮鴨針 最好是搭配一點米飯 搭配米飯的話 更舒服吃起來更香 然後裝一點米飯 像這種水煮鴨針 來吃飯 一定得叫上他這邊 一點新鮮的湯汁 那麼整個靈魂就出現了 嗯 鬆鬆蛋 這樣吃起來的口感 不但鴨針新鮮 魷魚很脆 包括這個米飯 都非常的香 嗯 超級讚 他這邊這種分量 是屬於小分 小分是68 中分88 然後大分是108 他單單這個主要針以外 他裡面在這裡面 還可以加上 你自己喜歡的輔料 比如說加新鮮的活蝦 牛肉片 肉片 花格 魷魚 或者這個虎竹等等 他這個店整整開了17年 僅僅只剛才開始的時候 就剛才你們我點菜的那個地方 小小的一個店面 那我們現在所做的這個位置 是後面 重新扣出來了 現在扣的這個後面的這個店面 非常的大 比前面大得多得多 所以證明他這個生意 真的是非常的好 再拿一碗 這個菜的最大的特色 他僅僅只做10道菜 因為老闆剛才說的 如果菜色做多了 他們根本做不出來 你想想一個餐廳只有10道菜 生意能做到這麼紅 可想而知 他生意到底有多好 味道真的還是不錯的 不是一點點的不錯 我們再來品嘗一下 他這邊的醋肉 這個醋肉吃起來非常的香 而且醋味非常的濃 而且出起來是外酥理念 不錯不錯 這種醋肉呢 如果配換也可以 或者喝點小酒 配一下這個醋肉 非常的OK哦 我們現在再來品嘗一下 他這邊的大概有拌豬肝 他這個豬肝一定就是粉肝 那你們知道豬肝怎麼挑選嗎 豬肝有的豬肝是柴肝 有的是粉肝 柴肝吃起來就是硬硬的 而且口感非常差 粉肝吃起來就比較潤滑 如果大家懂得挑豬肝 知道粉肝是啥意思 對吧 粉肝這個一定是十足的粉肝 那我們現在來品嘗一下 他這邊的鴨肠 這個鴨肠你看看起來非常的鮮白 洗得也非常的乾淨 這個鴨肠吃起來非常的脆 它是一種麻辣的味道 很不錯很不錯 這種蝦皮酒是非常的OK 超讚 我們現在來喝一下這個 黃花菜排骨湯 你看燉起來非常的清澈 跟白開水一樣 哇 裡面還有豆腐 黃花菜 這個湯喝起來非常的清甜 這個是屬於降火的 哇 綜合來說你平時我也很喜歡吃這些東西 但這次是我吃的味道最好的一次 他們你處理的也非常的乾淨 吃起來一點意味都沒有 價格你也相當的簽名 像這種價格吃起來的話 我相信你們大家都會感覺非常的實惠 而且他這邊生意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們剛才進來 包括底下那個小餐廳 還有後面這邊的餐廳 包括這些湯汁 現在全部都是滿座的 大家如果也喜歡吃這些東西的話 不妨也可以來嘗試一下 在下門市的七星路 那哪裡有買食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一起分享 那今天視頻就拍到這裡了 記得關注海盪哥啊 掰掰